严姑娘 放我出去 主上吩咐过 只需姑娘在府上等候 主上很快就回来了 你们这帮蠢财 阿庸到现在还没回来 分明是有麻烦 还不快闪开 主上回来了 阿庸 阿庸 这是怎么了 一言难见 我累坏了 要好好歇息 夫人 夫人你回来了 嗯 回来了 快回屋吧 夫人这觉睡得可真香 今天主上吩咐过 说夫人着了粮 要多休息 午膳就别叫你起身了 刚才就连太医 给你包扎伤口 你都没醒呢 走吧 怎么了庆所 想我了吗 主上 你来得真及时 努婢告退 嗯 好香 语文佑 不喜欢 你说过 要留在我身边的 后悔了 一个人 只将身形放在这里 心却不知道 去了什么地方 多无趣啊 来 谢谢 我明白太司空的用意 想让这鸟儿 随时刻刻提醒我 想着自己的诺言 就像装进了 笼子的鸟儿一样 不必想着再出去 这些我都明白 所以大司空 不用锁住这两只 无辜的鸟儿 以示警惕 我自会遵守诺言 一辈子 不再离开大司空府 我终究还是 只能留住你的人 罢了 大司空府本就是一处牢笼 可就算我所住的是一只鸟儿 鸟儿也会唱唱歌 来取悦我 你呢 你又能做些什么 大司空尽管吩咐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我绝对 你绝对会后悔 主上 这是做什么 是要奴婢跳舞吗 不 你平日跳舞取悦我 终日辛苦劳顿 今日何不做于高齐 陪我一起 欣赏歌舞 欣赏歌舞 谁跳舞啊 停停停 音乐都起了 你为何不跳 重来 主上 夫人跳得真是好 要是夫人也做五级 我们这等姐妹 真的就没饭吃了 你们必说错话了 请主上责罚 您不知道 aker物人看 阿姨你真是的 要么不见综艺 有 青索妹妹好舞姿啊 要跟这些舞姬比起来 当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说得是啊 有这么好的舞姿偏生要藏起来 不晓得跟谁过不去 玩 来得正好 陪本大司空喝两杯 阿勇真是的 一个人躲在这里看跳舞 不知道叫我一声 良辰没景 没酒佳人 这才叫好日子 阿勇说得极是 要是你喜欢 以后婉儿 每天都来陪你饮酒赏舞 说得好 我受用 两情相悦 当然是开心得很啊 阿勇 你看 青索妹妹都站半天了 无事可做 婉儿可否点舞一支 谁 我雅兴未尽 你怎能说走就走 你忘记答应我什么了 我雅兴未尽 你怎能说走就走 你忘记答应我什么了 演戏作戏不是我擅长 不过说到良事 是 我的异曲舞蹈 能赚到一年半载的良事 大司空若是想看我跳舞 半年之后再来吧 这路是你自己选的 大司空吩咐的 我已经做过了 你这也叫做过 你可曾带着你的心过来 你所做的一切 无非是想告诉我 我费尽心力得到的 不过是个躯壳而已 我费尽心力得到的 阿勇 既然青索妹妹不想跳 你又何必为难妹妹呢 青索妹妹就是这样 不解人情事故 跳舞谁不会啊 这儿不是有个 县城的舞姬吗 你 跳舞给大司空看 阿勇 不要被青索妹妹 扫了雅兴 不如玩醒酒练 主上 阿勇 你去做什么呀阿勇 阿勇 大仲宰用令 加强防御 是 来 皇上 公里的侍卫在不到一日之间 全都换上了生面孔 大仲宰这次 来世雄雄 该来的总会来 皇上 大忠在几乎切断了宫内与宫外所有的联系 而且严密封锁了宫里的消息 牧婢只怕 怕 朕早就不怕了 皇上 这是朕的大粥根基所在 将这名册送给四弟 是 奴才立即去 不 一文虎虽然不动声色 但是朕知道 他势必已经将皇宫 摸透了 所有的通道密道都不能再用 要想别的法子 让于文虎察觉不到 朕 奴婢奉执出宫去运山泉水 运水 还要两个时辰才盖运水 怎么这个时候出宫 说来话长 御膳房的一口大缸 不知道怎么就全漏了 一大缸的水全没了 为此 奴才们挨了板子呢 这些山泉水 都是给皇上做御膳用的 大总管发下话来 若是明日之前 灌不满那大缸 不够皇上御膳所用 这小的们就偏想活了 将军行行好 就放奴才们过去吧 当真 当真 你小的们 有几个脑袋敢撒谎啊 你要是不信 奴婢身上的板子又还在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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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谢谢 谢谢 走吧 走吧 谢谢 站住 鹰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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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检查过了 走吧 是 走 还是银侍卫厉害 这一掌拍下去 就算这马上 真的有咱们查不到的机关 这里面 藏着的人 也活不了了 哼 快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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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 小爹姑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吧 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逃了多少次 挣扎了多少次 我终究 还是回到了这里 站住 大司空有什么吩咐 吩咐 你以为你心不甘情不愿地跳过我 就算应付我了吗 我看 你单大司空府测试这个虚名时日不短 也该收复心 学去如何做你的本分了 来 陪我喝酒 够了 够了 回房吧 记住 如果有一日 我保不住你 你无需记住对我说过的任何话 发生什么事了 能发生什么事啊 我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能有什么事啊 难道 难道是皇上 皇上有危险 不要再去给皇上受任何麻烦 当真是皇上有危险 我怎么会想不到 皇上 协助你我行动 势必触动了宇文户 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 怪不得就你我出地坑时 我看到宇文户 脸上全是杀鸡 不行 我要进宫见皇上 你待在这里哪儿也不能去 你 我不像你 皇上遇到了危险 你还能如此潇洒地 坐在这里喝酒赏风景 宇文户已经调动了所有的兵马 暗中围困了皇宫 现在就皇宫无疑送死 是我闯的祸 就算是死 我也要跟皇上一起死 我不像你 眼睁睁看着宇文户 威胁皇上的安危 却不闻不问 不闻不问 安堵豪府里的事情 我立即去了皇宫 可他都是日落 也没有见到皇上 大司公 怎么样 皇上说 今天正午繁忙 不见任何人 尼克禀报 是本大司公求见皇上 是 属下托工人 回禀的就是大司公求见 大司公等了几个时辰了 从下午等到现在 皇上若能召见 自然不会等这么久 大司公 还是起回吧 主上 都别跟住 大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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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 你怎么了 我马上去找太医来 不要走 奴婢怕等不起大司公回来 奴婢从皇宫里逃了出来 顺着 顺着司公府的狗洞钻了进来 一直躲在草丛里 只怕见不到大司公 现在好了 总算见到了大司公 供女就将发生什么事了 皇上知道自己危险 密铃奴婢 偏死也要把这本名册 送到大司公府来 皇上真的是个好人 奴婢不希望他出事 出伤 供女清醒了吗 与人互动手了吗 上一次 皇上跟马将军他们密谈 被大重宰发现 已经激起了大重宰的怒火 昨天 皇上假装消失 又办了大重宰一夜 在运输房 今天早上 皇宫里就驻扎了许多 大重宰府的人 小弟 说什么 是为了加强内功警戒 是劫杀 是把皇上软禁起来 大司公 求求你 救救我皇上 求求你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皇上出事 小蝶 我 小蝶 我 我不知道会这样 我 我只想救他 可是没想到 我会害了皇上 害了小蝶 你跟我来 兄长哨师最喜读书 樊尘所失失太炎凉 几时他都不屑一顾 如今却为了我 甘愿四处筹谋 落落人心 你细看这些文字 皇上写的是 吴帝弥罗通 他是想说吴帝吗 看 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笔物 原来皇上早就 这本名册是他为你打下的根基 只有不辜负他的期望 才能对得起他这一片殷妾之心啊 我知道 成大事 不免要有牺牲 可我只剩这一位好兄长 段段不想再失去他了 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不行 那好 原来 你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物归原主天经地义 清索 拿好 宇文悠 我 你随时都可以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不能让你有任何危险 不如我们一起搏一搏 你说什么 一起搏一搏 你要知道 做了这个决定可就 我不怕 难不成 你心中已有妙计 其实 算不上什么妙计 现在这种情况 不管怎么做都会有风险 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万全之策 依旧是 制止死地而后生 如果当中有一点差错 就会满盘皆输 不但保护不了皇帅 还会把你我搭进去 所以 我们要有万全的信心 制止死地而后生 制止死地而后生 来 清索姑娘 请通禀一声 我们夫人求见大总宰 大总宰夫人 清索姑娘请稍等 卑职这就去禀告 清索姑娘请 清索姑娘请 清索拜见姑父姑母 免了 原清索你不在大司空府 来这里干什么 清索是来请罪的 清索你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 说来听听 你犯了什么错 我错就错在 忘记了姑父姑母的养育之恩 一心只想着出去 还想要什么自由 可是 那高长公 是靠不住的 而大司空和皇上 也并非是我所想的那样 是宇文雍欺负你 赏了你的心 是我伤了姑父姑母的心 早知你如此不喜欢四弟 寡人大可不必成全这桩婚事 让大司空府与大中宰府都鸡犬不宁 要不这样 你搬回来吧 寡人自会向四弟要修书一封 你再找个人家吧 姑父 万万使不得 清索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赶紧跟你姑父说个清楚 起来嘛 清索 只求姑父 能够给大司空留一条生路 我发誓 我会听从姑父姑母的安排 探听皇上 跟大司空的行踪想法 还有 我会尽全力 协助姑父 寻找镇魂珠 你竟然敢跟寡人 讨价还价了 清索不敢 我只是悔不当初 我看你芭城是听了别人的怂恿 皇上是一国之君 四弟是寡人的兄弟 大司空 谁敢打他们的主意 那不是自取灭亡吗 你还是回去吧 皇上 我不敢奢望 我只请求姑父 饶恕我 放语文雍一马 你不是不喜欢四弟吗 怎么现在倒是阴阴关切 一心护着他呢 我现在才明白 当初姑父将我 指昏给大司空的苦衷 大司空他的确是个好人 他对我的情深义重 我无以为报 我只想协助姑父 成就大业 跟随大司空隐居生活 遥度残生 隐居 是 我也与大司空商量好 朝廷国家 有皇上和姑父做主 本来就不用大司空操心 所以 像四弟这样心思聪明的 倘若隐居起来 不是太可惜了吗 恐怕 不止如此吧 姑父英明 清索 恳请姑父收回仇命 别让阎婉 驾进大司空府 清索 太晚了 姑父 如果 姑父能够答应清索的心愿 清索 必将竭力协助姑父 万死不辞 后天便是四弟迎娶延晚之日 朝堂上下无不知晓 这亲事是寡人撮合的 你叫寡人如何开口 如果 是阎婉 她不肯嫁呢 清索 婉儿的心事我知道 她日思夜想 就是为了嫁进大司空府 眼下马上就要成亲了 她怎么可能反悔呢 我只是说 如果 阎婉她反悔 那就不会有辱姑父的颜面 清索 一定会极力效力于姑父 嗯 你的心思寡人知道了 去吧 姑父 还不走 是 清索这次回大司空府 一定会为姑父 探出个究竟 清索告退 这孩子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转性子了 他哪里是转了性子 分明就是看明白了形势 想跟大司空双宿双膝 趁机开流 那 震魂珠呢 聪明的话 就不会再找到 真正的震魂珠之前 溜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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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庸请尝尝 看看婉儿的手艺 可比得上那些 自以为真茶很香的下人 这真的是茶叶 怎么 难道阿庸觉得不香吗 就是因为太香了 我实在是分辨不出 这究竟是茶叶 还是鲜花 婉儿姐姐真的茶 大司空自然会觉得分外的香 妹妹这是擦了什么香粉 连说话都带着一股香风呢 圣人说得好 独乐乐与人乐乐 熟乐 大司空与婉儿姐姐独自坐在这品尝 把我倾锁撇在一边 未免有点说不过去了 嗯 果然是好茶 风景也好 你什么时候转了性子 你不是罪事自是曲高贺果 不愿与本大司空和婉儿为伍吗 那是因为我今天去了一遭大肿仔府 所以心情格外的好 你去了大肿仔府 嗯 其实也没什么 不过是与姑父姑母说说家常罢了 啊 家常 是什么家常话会让妹妹这么开心呢 我不禁想知道 妹妹跟大肿仔说的是什么家常话 嗯 婉儿姐姐果然是聪明 一看就是个大司空府测试的皮子 不过婉儿姐姐可要好好筹谋 不然成亲之日马施前提 可不要追悔莫及啊 你说什么 啊 还有大司空 你也要小心东窗示范哦 远亲锁 好啦 我就不打扰大司空跟婉儿姐姐的雅兴了 亲锁告退 啊 啊佣 风言风语不必理他 迟早是个祸害 啊佣 婉儿突然有些不适 能不能先回去歇歇啊 莫不是被清爽的丫头气到 啊 可能是天气有些湿冷着了风寒 好吧 清索妹妹 婉儿姐姐 你刚才不是在陪大司空喝茶吗 怎么现在行色匆匆的想去哪啊 碧香 你先回去吧 是 妹妹 坐 我是想知道 妹妹为什么会说我在成亲当日会马施前提 你 难不成妹妹想让我出丑吗 啊 姐姐 可是大司空宠爱的人 我又怎么敢呢 妹妹说话就是这样不爽快 都快是一家人了 何必遮遮掩掩掩的 一家人 我可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一家人啊 原清索 不要以为你是大主宰夫人的侄女 我就拿你没办法 别忘了 我可是大主宰亲自做主 是因为我不肯 大主宰才把你派进来的吧 如果说我到大主宰府走一走 并且告诉大主宰 我会把他交代的事情办好 更何况我已经有了眉目 你说大主宰是会替你做主呢 还是替我 原清索 你何苦如此 你对阿庸 并无半点恩情 你 你怎么知道 我跟大司空 就没有半点恩情 还是你一直在心里 暗中蠢度 暗中祷告 想让我跟大司空 没有半点恩情 你 我之前 确实对大司空 没什么感觉 可自从 落入了某些人 跟外人勾结设计的陷阱 死里逃生之后 我对大司空啊 就心生好感 想要跟他长相厮守下去 像宇文雍这么好的男人 我又怎么会拱手相让呢 原来你是对大司空动了真情 看来你也并非草木 但是 我阎婉也不是好惹的 你以为你替大主宰做事 我就会离开大司空府 离开阿庸吗 原青所 你也太小看我阎婉的本事了 说得好 我知道 你是堂堂刺史千金 不过 你好好想想 要是我找到大主宰想要的东西 双手奉上 难道大主宰 就不会取消你跟宇文雍的婚事了吗 或许大主宰会被你说动取消婚约 可婚约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阎婉可以不要名分 但自此以后 势必如复古之躯纠缠着阿庸 到时候 你只能抱着大司空府厕室的虚位子 夜夜寄聊 听我和阿庸一夜声歌了 你 我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大主宰想要的东西 可总不成功劳是你的 人也是你的 原青所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你不要太得意了 如果 我把功劳让给你 你就能离开宇文雍了吗 我且骗他一骗 等我完成了大主宰的命令 谁敢我 我也不会离开宇文雍的 我会 那 你会去找大主宰 主动请求取消婚事吗 我会去 我不信 信不信在你 我来大司空府不过是为了完成大主宰交托之事 至于阿庸 我是动了心 但是 我更知道该如何保命 那好 我就信你这一次 那一天 我路过书房 看到宇文雍拿着一颗珍珠 穿在一串珠链上 我很好奇便走近偷看 没想到 那圈珠链却发出了隐隐的风声 燕婉 只要你能拿到珠链 就大功告成了 什么样的珠链 在哪儿 那圈珠链 就在 圆青锁 阿佑 婉儿 你不是说身体不舒服 回房休息去了吗 哦 我 恰恰走到这里时 愈发的不舒服 幸好 碰到了青锁妹妹 圆青锁 你今天做的事 说的话太多了 跟我走 我还有话要跟婉儿姐姐说呢 语文雍 语文雍 你当心伤了妹妹啊 是你自己进去 还是我请你进去 还不进去 来人 主上 把她给我看住了 没有我的允许 谁都不能放得出来 是 婉儿 可还是不舒服 我马上陪你回房 后天就要成亲了 别累坏了身子 阿佑 可是青锁妹妹她 不必理她 都是疯化 走吧 好吧 你这侄女 倒还是有些性子 只可惜不得其法 事没做成 反倒叫四弟 给关了起来 这丫头是昏了头了 像个眉头苍蝇 到处乱撞 这一下子闯出祸来了 再如此下去 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原青锁素来倔强 但不是温婉 四弟看在你我的面上 也对青锁颇为照顾 这次 怕是事出有因 莫非 青锁真的知道了 什么秘密 四弟不肯让她来禀报 所以找借口 夫君 不如派人去打探一下吧 青锁被关在小院里 侍卫淋漓 怕是进不了她的身 我看 倒不如这样吧 叫鸳鸯以切身的名 给青锁送些糕点 亲戚之间来往 也是尝试 倒也不显得张扬 还是夫人想得周到 多谢夫君 来 婉儿 阿游是嫌婉儿今天的妆容衣服不好看 还是 没有 婉儿都看出来你不高兴了 是我做错了什么 惹你不开心了吗 哪里我看中的女人 只有婉儿能教我 叫你怎样 本来是好好的一天 都让那个元庆所给搞砸了 亲所妹妹就是那个性子 过两天就好了 何必怪的 来 我陪你喝酒 主上 大中宰府的鸳鸯 奉大中宰夫人之命 前来探望夫人 给夫人送来了糕点 参见语文大司空 颜姑娘 有劳鸳鸯姑娘了 亲所身体未央 正在休息 你此时聚见她 奴婢不敢打扰亲所姑娘 奴婢等着便是 鸳鸯姑娘 毕竟是嫂夫人身边的红人 我也不敢跟上 不过亲所这一睡 怕是要到明日清晨了 还请鸳鸯姑娘暂时回府 待明日清索病替烧玉 我自会带清索 到大中宰府去回礼 奴婢不敢 奴婢就此告辞 鸳鸯姑娘你没事吧 腿 奴婢的腿好疼 你动一下试试看 不行 疼不能动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楚宗官 快把鸳鸯姑娘送到厢房休息 找太医过来看一看 是 还有 叫人去给大中宰府报个信 就说今夜鸳鸯姑娘不回去了 多谢大司空 夜里露众失华 鸳鸯姑娘腿脚不方便 楚宗官要派人伺候好了 不要叫鸳鸯姑娘四处劳动啊 是 主上 鸳鸯姑娘这边请 这鸳鸯平时看上去也是一副稳重的样子 怎么今日 倒如此张簧失措 怕什么来什么 没心情吃饭 我出去喝酒 阿勇 都演戏 看谁演得过本宫妙 这可怎么办 虽然假装摔伤流了下来 可看样子 大司空是不许有些见青锁姑娘了 我夫人一再吩咐 要我找青锁姑娘问个清楚 现在只知道 青锁姑娘是被关在一个小院子里 可这大司空府这么大 我到哪儿去找那个小院子 去找青锁姑娘呢 谁啊 是我 约约姐姐 青锁姑娘深夜造访 可是有何要事 其实 青锁早就知道你来府上了 可是 我一直被大司空关了起来 青锁姑娘 先喝口水慢慢说 嗯 姐姐 大司空 他有事情瞒着我 今天 终于给我探出了究竟 可被大司空发现 脱不了身了 姐姐 这是十万火急 主善河夫人 正是派奴婢过来探望姑娘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座姑娘 你说得清楚一点啊 鸳鸳姐姐 我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说 可姑母 他对我恩仲如山 我就算拼死 也要帮助辜负姑母的 要是 要是以后真有那么一天 你一定要帮我求求姑母 放过我的夫君 青锁姑娘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得清楚一点啊 我 我 原青锁 深更半夜 你跑到客人房里逃了 成何地统 还不跟我回去 不 我不走 大司空 你终究是个奴婢 居然不求得我的允许 就大着胆子与夫人私会 这里可是大司空夫人 奴婢知罪了 将大司空恕罪 是我 是我自己来看原样姐姐的 跟姐姐无关 住口 给我走 走 姐姐 你 你 你 放开我 主上 连个人都看不住 再出差错 本大司空不会手下留情 是 主上 还有你 别想逃出去坏我的事 你 还真是很累 没有 没想到 你倒是个会做戏的材料 这第一步总算是做完了 鸳鸯为人乖绝 姑母却不是省油的灯 我要是说得太清楚 反倒容易让人怀疑 倒是演了这一出 鸳鸯一定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肯定会快马加鞭回去禀告姑母 严婉这一边 以为得到了什么消息 一定会有所举动 到时候宇文户 就会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 又猜不透状况 又不敢贸然行动 皇上的危险暂时降低了 你也累了 早些歇息吧 外面指不定 有多少眼线 在盯着大司空府呢 皇上那边 还是早些联络到为好 一旦出了差错 全部心血可就白费了 我会尽力的 我只有这么一位皇兄 我断断不会让他出事 你今天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你 你看着我干什么 我脸上有花了吗 我在看我府里深藏不露的女诸葛 庆索 你若伤得男儿身 可不知会是个让我多头疼的对手 我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都是些小聪明罢了 时候真的不早了 你再不出去 难免会被他们怀疑的 你还是不要对我抱有希望 没有希望 也就不会有失望了 你我只是做戏吗 我真的怕再被别人伤害 但是我不能否认 在我的心里 对你 已经慢慢改观了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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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不能去 让我出去 我一定要找到长公 姑娘你不能去 洛云 长公 你真的去了周国吗 你误会了 不是秦总姑娘 不是她 我知道 你知道 对 我知道 我去了周国 弄清楚了一切真相 只有一件事 还不是很清楚 这个 为什么会在你那里 这 你不说也罢 长公 戒指是夫人给我的 我知道 我本以为我可能活不了了 所以才拿出这枚戒指 想叫你去找青锁姑娘 你知道母亲并非青锁所伤 我并不知道 可是我有所察觉 对 长公 你不要责怪夫人 夫人也是 也是为了我好 你好好养伤吧 长公 我还想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上了妙无音的道 再趟里下来 迷失心智的药丸 是我太自私 本想这样 就能留住你的心 可谁想到 这样反倒害了你 迷惑你的心智 长公 你要想办法 快点披止血药 不要再说了 天底下 没有任何一种玩意好 能够索心 能让人索心的 就只有秦爱儿子 求殿下不要责怪云姑娘 她心心念念想的都是殿下 自从云姑娘醒了 就一直喊着要去找殿下 告诉殿下 青锁姑娘是清白的 姑娘并没有要害殿下 我并没有喝下那副汤药 所以 一切都迷惑不了我的本性 我当时 假装喝下了那副汤药 然后去把它吐 原来 你早就已经知道了 当时我只是觉得 汤水里的气味有些许不对 后来我跟踪你才发现 你却见了妙无音 我才知道 汤里面下了 乱人心智的药物 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 后来见你性情反常 我还以为你是 或许 我只是想发泄一下罢了 长公 过去的都过去了 该结束的也都已经结束了 不必放在心上 鸳鸯姑娘 参见楚总管 鸳鸯姑娘怎么站在这里呢 鸳鸯在府中留宿一夜 不晓得大中宰夫人 会不会责罚 鸳鸯想着 还是赶紧告退为事 奴婢告退 请戴卫禀告大司空 你这伤 要不用过早膳再走吧 主上 果然和主上想得一样 这个鸳鸯匆忙忙地就跑了 更大的风暴 只怕就要来了 当真如此 奴婢不敢撒谎 奴婢见到的 就是这些 清锁这丫头 只怕是闯下滔天大祸了 闯祸的 不是原清锁 不是清锁 那会是谁啊 是余温雍 他想玩 寡人就陪他玩玩 这里稍微再瘦一点 这儿 怎么会有那么多留白啊 找个好看的花绣上 是 真是让人操心 阿雁 书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让你如此迷恋 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好 婉儿 你若嫁进大四公府 怕是要治苦的 阿雁何出此言 想我宇文雍武不能武 朝不能朝 就只会看看书游山玩水 我阎婉的夫君不用上朝 逍遥自在多好 就是 我还在为婚事头疼 哪里让你不满意了 我让他们马上去办 都爱不得他们的事 只是婚礼山的饰品 婉儿还是举气不定 饰品 要说别的嘛 大四公府可能没有 可珍宝饰品 大四公府可是数不胜数 尤其我的书房内 哪一件不是价值连城 你随便看 看中了 别试 真的 当然是真的 这会儿 在我的眼里 谁能比过你呢 那我就找找看 那我就等着看看 什么样的宝贝 才能入你的法眼 好漂亮的珠恋啊 婉儿这个 大四公有这么好的东西还藏着 是 难不成是觉得婉儿戴不得 戴得 戴得 那明天婚礼上我就戴这个 到时候一定比青所妹妹嫁进来的时候 还有威风呢 好 四弟果然威风 参见兄长 拜见大仲宰 兄长怎么不派人通报一声 小弟好准备迎接 不必了 听说原青所又犯了错 寡人过来看看 谁给了这丫头这么大的胆子 肆意妄为 兄长 小弟跟青所只是办了两句嘴 并无大事 兄长何不坐一坐 小弟马上叫夫人出来 慢 不想打扰你们这对未婚夫妻 你们就好好待在这里 哪儿都不要去 等我问清楚原由就回来 是 兄长请 怎么还没来 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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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下来 你 怎么回事 姑父 我是活不下去了 你说 发生什么事了 姑父 可还曾记得 答应过我的诺言吗 说吧 宇文雍 他确实找到了镇魂珠 等着 是我亲眼所见 如果姑父还能遵守你的承诺 既往不咎 放我夫君一马 我就告诉姑父 镇魂珠藏在哪里 还用说吗 我是看着四弟长大的 不会害他性命 自会找时机 让他与你双宿双膝 多谢姑父 镇魂珠 他就在 阿勇 我心里慌得很 大仲宰他 阿勇 把燕与给我抓起来 是 快竹仔 还不追 是 兄长 听小弟解释 兄长 兄长 好 刚才好险啊 在那种时候 谁能分辨得出 是我手里的镇魂珠 发出的声音 还是严婉珠链上的珠子 发出的声音 嗯 只怕 严婉都以为 是他的珠链上发出的声音 嗯 只要他中计逃走 我按住镇魂珠 声音不再发出 就不会有人知道 这是你我之间的一招险棋啊 啊 难得你刚才那么镇定 你不知道 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难得你如此聪明 想出这种一箭三雕之机 倘若宇文户没有发现破绽 那么他的心思 就会集中在如何捉拿燕丸一事上 要是 宇文户在燕丸那里发现破绽 你宇文户的聪明 轻易就会猜到 当时镇魂珠就在书房里 嗯 因此 也会把大部分心思 放在搜查大司空府上 相比之下 皇上那边的压力 就会小很多 嗯 向来 我宇文雍看女人的眼光 从来就没有错误 为什么 早先竟然没有发现 你的心竟然九曲玲珑 现在 就算是拿江山给我还 我也只想把你留在我身边 宇文雍 我做的这一切 都不是为了你 你何苦 是啊 我只是你面门仇人的儿子 宇文雍 我知道 你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大舟的江山 为了皇上与我 我 无以为报 好 厉害 好 都没有 Kat 真是 我 仙子恕罪 我只探听到些许消息 不能证实真假 所以不敢禀报仙子 现在连原清索 都能证明镇魂珠是真的了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既然镇魂珠是真的 我儿自然会双手奉上给仙子 算你失去 这珠恋 就先放在我这儿 随时听我的命令 这段日子 你还是暂时不要回大司空府了 可是 明天就是我跟大司空的婚期了 婚期 你潜入大司空府盗取镇魂珠 还被宇文护察觉 你想想 就算是你这个时候回去 宇文雍还会要你吗 宇文雍还能放过你吗 我劝你还是别做白日梦 这 你听我的话 好好藏起来 终有一天 宇文雍是你的 是 是 主上 还是没有找到颜姑娘的下落 一属下猜测 他怕是出城了 主上 需不需要派人去他的家乡寻找 先下去 是 大总宰果然是气度非凡 此时 居然还能坦然自若 稳如泰山 你就不怕本仙子 带着镇魂珠跑了 寡人能安排仙子理应外合 自然就不怕仙子携带镇魂珠逃走 大总宰还真是信得过我妙无音啊 要说信得过 倒不如说 是寡人和仙子不谋而合 你是想当天罗地宫的公主 而寡人 要做大洲的皇帝 不 远非如此 寡人要做这个天下的皇帝 仙子需要一个一统天下的王 而寡人需要一个能打开天罗地宫的公主 这不正是你我之间的约定吗 哈哈哈哈 大总宰威武霸气 我妙无音没选错人 不过既然大总宰如此英明 那大总宰倒是说说看 这珠殿上珍珠无数 到底哪颗才是真正的镇魂珠呢 仙子有何高见 当初大总宰把原清锁放置在大司空府 无非是想要查找镇魂珠的下落 现在镇魂珠已经在手 那就没有必要再留原清锁在大司空府了 大总宰何不将原清锁带出 辨认出真正的镇魂珠之后 杀无赦 免留后患 怎么 大总宰还想留着原清锁 如今大总宰震慑朝纲 是大周朝堂主管 或许不急于打开天罗地宫 可镇魂珠与离商界 尽在我手 我可是有些迫不及待 谁 谁 到底是谁 为何大主在府里 会有人有如此好的身手 你是谁 为何闯进来 有谁啊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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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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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人 好好安排后死 是 您快想想办法啊 世上的工人已经死了第三个了 今天太医局给努力的鬼话事 前面两位世上死去的工人都是暴彼 可为什么暴彼 他因为都不肯说呀 你哄不住口 退下 罢了 从今日起 不必是山 皇上 皇上 万万不可啊 皇上 朕 不想认识不过的人 再为朕去死 皇上 可这善事 退下 皇上 都退下 皇上 都退下 只是将朕将死路上离 皇上放心 大司空 此时一定 在筹谋救援皇上 至于膳食 我才一定能找到无毒的膳食 四季 皇上 也怕得很重 更何况 他还有倾诉要照顾 父亲 小心啊 别把卡子捡坏了 放心吧 这点小事 我还是会做的 陛下 你说 这帕子绣得这么精致 会不会 是我以前的手艺啊 这帕子绣得是十分精致 不过呢 是不是夫人的手艺 我必不知道 这中央的缝线 是主上的手艺 必倒是清楚 你说 这帕子是 宇文雍缝的 是啊 主上那叶拿着针线 就像奴婢拿着刀枪一样 横冲直撞 不知道被扎到多少次呢 逢到了很晚 奴婢看到 都要笑死了 可是 我还是没能想起自己的身世 到底怎么办 可大中宰府的监事这么严密 难不成 就真的与皇上通上消息了吗 婉儿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阿玉 你是不想见到我吧 婉儿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不必对我抢颜欢笑 也不必对我说这些话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清楚得很 我怎么都想不到 我一心都在你的身上 可我在你的眼中 不过是一枚棋子 你为什么不反驳 如果你反驳 说这一切都不是你的安排 也许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婉儿 我劝你还是快些离开这里吧 这里到处都是大中宰的细作 万一 你不必担心我 我没有性命之忧 更何况 你也是嘴上说说罢了 什么时候 你真的担心过我 婉儿 即便你对我这样冷漠 我还是忍不住要喜欢你 忍不住想把你抢到自己身边 忍不住要跟原青所争风吃醋 我为了嫁到大司空府 为了跟你长相厮守 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可到头来 竟是这样的结局 但是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好 婉儿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好 那我说说该说的 我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 原青所 为什么会那么轻易地告诉我 镇魂珠就在你的手上 而你 偏巧就那么不小心 将镇魂珠放在书房 那么轻易就能找到的地方 我现在才明白 这都是 你宇文庸和原青所设的局 为什么原青所在你心中贵如珍宝 而我在你心中却渐若尘土 而又不喜欢我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要养奉阴违 答应那我入府 婉儿 你扪心自问 你嫁入大司空府 只是因为喜欢我吗 那原青所何常 不是为了完成大中载的命令 我本想 嫁入大司空府以后 就是你的人了 以后生死相随 再也不会出卖你 可是阿勇你 爸 这里本就是是非之地 你要是嫁给你的 也是所托非的 我知道你的心 可我的心 已经由不得我自己了 婉儿 听我一声劝 与其留在这里受苦 倒不如离开这儿 去过你的太平日子吧 宇文庸 你就这么绝情吗 你就不能试着喜欢我一下 一下也好 我说过 我的心 已经由不得我自己了 你还是走吧 宇文庸 宇文庸 我言完 在你心里 真的就那么一点位置 都没有吗 你 若生在太平之时 或许 可以任你做个妹妹 可现在 婉儿 你只能怪自己所得非人 好 我倒 我倒要看看 你跟袁青苏 是不是能双宿双七 过上好日子 是 是 主上 去宫里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 打探到什么 咱们的人在各个通道 都守护了两三天 宫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皇上身边的侍卫都换成了 大中在府的人 主上爱怕的人 根本靠近不了皇上 这个宇文库 对了主上 我刚才好像看到颜姑娘 往后院去了 这是 糟了 宇文 你 夫人你 告诉你们家主上 明天让她一个人 她就震魂出到碧若牙来见我 那里是山崖 不如看见别人 就把袁青苏 推到山崖下去 走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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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 夫人呢 夫人 夫人被颜婉劫持走了 她说 让你明天一个人 带着震魂珠 去碧若牙找她 袁青苏 你不是很得意吗 你有没有想过 以后有今日 是 等一会儿你的宇文庸来了 不要当着她的面 杀了你 你认为 宇文庸有那么蠢吗 她是不会来的 怎么 你是说你的命 不值得大司空 到碧若牙来一早 还是你叛死 不想让她来 我的命 本就不值什么 现在这魂珠已出现 我的命 就更不值一提了 宇文庸府里的女人无数 她又怎么会为了我 孤身犯险呢 住口 你已经得到了宇文庸的心 她为了你 甚至可以不惜一切 你还在那做出一副 落落寡欢的样子 真是让人恶心 看到了吗 这是一包上等的迷药 只要阿雍能来 我就会把她迷倒 然后把你推到山崖下去 我就可以和阿雍 过上双宿双飞的好日子 想跑 没那么容易 你今天死定了 延婉 你这是何苦 你已经 是重始之地了 现在 还在这里 逃而皇之地挟持我 难道 你就不怕被人知道吗 就是你这张楚楚可怜的嘴脸 迷惑了阿雍 我今天 要画画你的脸 宇文庸 少骗我 我在这儿 延婉 就算你画画了她的脸 我也会一辈子 说在她身边 照顾她陪伴她 你果然来了 宇文庸 你快走 她设下了毒计 就算你来 她也不会放我走的 你走 我就杀了她 你就这点伎俩 伎俩 你可知道 我叫你来此的目的 我知道 你要我用镇魂珠来换青锁 你放心 我没带任何人来 宇文庸 你还不快走 你 可要换她 镇魂珠不再大肆功夫 就算镇魂珠真在大肆功夫 事关天下安危 我也不会拿镇魂珠来换青锁 不过 我人在这里 随你的便 你 你这是何苦呢 你给我住口 宇文庸 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 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 那你呢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真心喜欢我 为了我可以无怨无恶 可这个时候 我宇文庸加上一个镇魂珠 才能换一个原青锁 看来 我在你心里也不过如此 不是的 既然不是 那我相信 你放她走 除非你跟我走 我是不会跟你走 要杀要割 我都会跟她在一起 你 怎么 下不去手 看来你的良心 还没有坏到可以灭天绝地 静锁 你们两个 居然联合起来骗我 你要的是我 放她走 宇文庸 要走一起走 她现在已经疯了 什么事情 都做得出来 下手 清锁 雨淹花的泪在心上不断敲打 错过的我们又摆了房 你离去被引逐流孤独的天下 梦一场爱恨渺成伤 模糊了初见识的模样 雨淹花的泪湿 活在尽头等她 雨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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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头了爱上 可惜抢错的目光 妄断的天涯 快醒了 雨淹花的时光 这一时 抓紧我 这一时 让她 让她 小脸 清索 清索 雨淹花 你 你赶紧放开我 你 你没有必要陪我一起死 你以为我没有想过要放开你吗 可是我做不到啊 你记不记得 我跟你说过 如果你不信天 那么你可以相信我 你可死我也不会放开你 清索 抓紧我 可是 值得吗 清索 我知道 我只知道 你把我变成了一个傻瓜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样计算是否值得 你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你让我明知道不应该 可是却没有办法 雨淹花对不起 我总是让你生气 现在还连累你跟我一同赴死 对不起 太可口 不要 我怎么能害死阿勇 我怎么能害死阿勇呢 这里是很高路线 一定要下去闭死我 不行 我要去救她 我要去救阿勇 你 秦总 你终于醒了 有 我们回下来了 太好了 我们 我们回下来了 我们 我们没有死 你刚才叫我什么 幸亏崖下是一片湖 山崖上的树又帮我们挡了几下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还好 你总是问我受没受伤 你受伤了吗 你受伤了 你别动 用这个 你舍得吗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有什么事情比你的伤还重要 还伤到哪里了吗 我看看 青苏 你知道吗 如果这是一场梦 我宁愿永远都不要心爱 我终于知道 在你心里有我的位置了 我 我不值得你这样 值不值得由我说了算 冷吗 我明天出现在 你睡觉了 你会睡觉了吗 我又做不yer这事 我置疯了 你搞的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